随着显卡会员的逐步稳定 其的价格可谓是一跌再跌 而除了高端显卡纷纷破发以外 面向于主流甜品的显卡也已逐渐向原价靠楼 但更加离谱的是 不少厂商的显卡每卖出一张就要血亏近3000元 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在上个月底我们就已经知道 NVIDIA官方宣布了显卡的出厂成本要下调8%到12% 同时芯片产能的恢复 外加显卡供应的给足也进一步导致了显卡价格 出现了蓝腰式暴跌 具体来看根据3D Center的数据显示 与3月的最高价格相比 AMD的RX6800XT、RX6700XT等 均从135%的溢价跌到了125%左右 换算成价格就是下跌了500到1000元 至于NVIDIA的30系价格下跌的就比较壮观了 与3月的最高价格相比 3D系显卡均从溢价141%跌到了如今的125%左右 换算成价格就是平均下跌了2500元 其中RTX3080从8500元左右下跌至了6000元 而RTX3070则从7000元下跌至了4000元 然而这并未算完 上个月底才公布的超强期限RTX3090T显卡 一经问世便以低于14999元的原价来迫发开卖 这完全称的还是业界的奇观 同时反观隔壁的AMD 于2022年12月上架的RX6900XT显卡 在经历过一年零四个月后 终于是从1万元左右恢复到了7999元的首发价 实乃可喜可贺 而在具体的售价方面 无论是A卡还是N卡 在电商平台上 它们的价格都在急速地向着原价靠拢 与此同时 根据部分媒体的相关报道表示 目前市面上的显卡价格正在经历大面积跳水 正式结束了两年多的价格暴涨模式 而不少奸商因为前期高价存货 大量库存也就砸在了手里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据某强美的商部表示 而下日间的高端显卡不愿意卖 卖出一张就要亏三四千元 如果大家都抛货的话 那价格就跌得更快了 这样来看 显卡恢复原价的恢复原价 破发的破发 大家期待的空中废人是真的快要来了 但需要玩家们注意的是 目前一些显卡的价格标注得十分诱人 而这些显卡往往是经过了断裂 或者是来历不明 所以千万别贪图便宜购买 进而正中了奸商的下怀 除此之外 随着规则的不断变化 虚拟货币的价格也正在逐步回落 挖矿潮正在慢慢退去 而在今年的下半年 AVIDIA的四零系显卡 AMD的七千系显卡 以及INTEL的ARC显卡 全都要闻市 所以各位玩家们 是选择现在下手 还是继续做等等党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 说出你的想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观众有超级客 我RG强 我们下期再见